2024成都混合团体世界杯赛 孙颖莎在国平队第一阶段循环赛第三轮对阵美国队的比赛中 迎来了自己的首秀 这场首秀孙颖莎打得前进利落 彰显世界第一的风采 第一局11比6无悬念拿下 第二局崔库拉朽11比2轻松拿下 第三局对手已翻不起什么浪花 孙颖莎再次以11比3轻松拿下 这次的成都混合团体世界杯首秀 孙颖莎轻松连下三局 为球队夺得三分 最终国平队也是大比分8比1战胜了美国队 对于孙颖莎首秀取得开门红 球迷们自然十分欣喜 但欣喜之余 球迷们还有另一番期待 因为国平队这三轮比赛打下来 出战混双的组合 都林诗栋和宽曼组合 以及林高远和王亦迪组合 而被球迷魅心心念念的孙颖莎和王楚清组合 却没有出战混双赛事 对此 有记者问孙颖莎 沙头组合是否会在接下来的比赛里 出战混双赛事呢 这个问题 记者好奇提问出来 而这也是球迷们想要问的一个问题 不过 这个问题对孙颖莎而言 却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回答的问题 因为这是许许多多球迷们 十分关注的一件事 也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 孙颖莎的回答 会被许许多多的球迷所盯着 不过 面对这个貌似有些棘手的问题 孙颖莎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的高情商 孙颖莎首胜赞了一下林诗栋和宽曼 以及林高远和王一迪组合 表示动漫组合和远迪组合 现在的实力和状态都非常好 随后才说到球迷们关心的自己和王楚清 是否搭档出战混双赛事一事 孙颖莎说 自己和王楚清的配合 还是要服从组织安排的 自己也不确定接下来的比赛能不能有机会配合 假如真的要上场打混双 那肯定还是会全力以赴的 孙颖莎这些话 说的可谓是滴水不漏 首先 他明确地表示 与王楚清是否继续组混双 并非是他所能决定的 这一切都是教练组的安排 自己只需要服从教练安排就行了 一席话 既体现出了孙颖莎是一位服从组织纪律的乖萌萌 也能够很好的避免各种流言 孙颖莎的这番回答 找不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回答得十分官方 也十分完美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 孙颖莎就差把体面邪脑门上了新周期放过她的 真的都知道杀头任务已经完成了 还非要带着薅 打混双的其他人还在旁边呢 能尊重一下吗 好喜欢大大方方的莎莎 笑得真可爱 没事 莎莎不是任人欺负的小女孩 她能处理好 记者请提升一下提问水平好吗 好的 孙颖莎打什么听教练组安排 已经回答得很体面了 今天打混双的人还在旁边坐着呢 尊重人家了吗 孙颖莎自己单打完赛后采访干嘛 提一些与这次比赛无关的问题 请多关注赛场好吗 不少球迷称赞孙颖莎高情商的回答 但也有球迷质疑记者提这个问题不合时宜 因为这种问题很容易给球员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还好被采访的是孙颖莎 而孙颖莎之前有过回答这种问题的经验 巴黎奥运会混双决赛结束后 国评组合王储钦孙颖莎披着五星红旗围着赛场绕了一圈 为了这一刻 国评和球迷们整整等了四年 东京奥运会新闻组合不敌日本组合 丢掉奥运会首枚混双金牌 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为此国评卧心尝胆一千多个日夜 如今终于圆梦 刘国良笑了 然而 两位世界第一却为混双大局 牺牲了个人的担打 他们把80%精力放在了混双项目 结果王储钦输给了莫雷加德止步16强 孙颖莎则不敌陈梦 连续两届屈居亚军 为巴黎奥运之旅留下了遗憾 更让人意外的是 奥运会之后 王储钦突然变得一蹶不振 首先是在中国大满贯16分之一决赛中 输给了世界排名50位的丹麦小江林德 紧接着他又在亚锦赛上 不敌世界排名210名的法拉吉 而且后者只有14岁 然而 鲍冷却一直还刹不住车 王储钦又在亚锦赛和WTT法兰克福冠军赛中 先后输给了韩国小江吴梭成 卡尔伯格 他们都是世界排名20开门的选手 与此同时 国平新兴林诗栋崛起 接连斩获三战公开赛冠军 在大满贯上打败马龙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认为这是新老交替的转程之战 一时间外界议论纷纷 有人表示 王储钦即将丢掉世界第一的位置 有人说 国平将会迎来林诗栋时代 处于低迷漩涡中的王储钦 承担巨大的压力 当人们知道 他是带着严重的腰伤打完奥运会时 他的低迷才得到了宽大的原谅 无独有偶 亚锦赛也成为了孙颖莎的转折点 先在女团小组赛中 输给了朝鲜选手金琴英 随后又在女团决赛中 不敌日本天才少女张本美和 最终 国平女队丢掉了冠军 日本队突破了50年不胜的记录 相比王储钦状态的低迷的后知后觉 孙颖莎暴冷的原因就十分清晰明了 他遭遇了严重的艰伤 以至于在比赛中都不能正常抬起手臂 没有办法 孙颖莎只能选择退赛 缺席了蒙比利埃和法兰克福冠军赛 同样是世界第一 同样因伤遭遇状态低迷 同病相连的沙头组合都希望尽快从 低迷的泥潭中走出来 给国平和球迷们一个交代 WTT总决赛成为了他们证明自己的舞台 王储钦先是在八分之一决赛中 三比一战胜了弗朗西斯卡 接着又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三比一立刻了莫雷加德 上演精彩的复仇之战 挺进南单四强的王储钦 让人们看到之前那个无所不能的大头 不过孙颖莎却在24小时内遭遇了两连败 早早结束了自己的年度总决赛之旅 我们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不甘和遗憾 球迷们或许会好奇地问 为什么孙颖莎还没有从低迷中走出来呢 其实在我看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孙颖莎输的这两场球都算不上暴浪 女双输给世界排名更高日本销球组合 而女单输给了队友陈姓彤 值得一提的是 2024年孙颖莎在WTT上总共输过三场单打 其中有两场是输给了陈姓彤 第二孙颖莎因伤休养了一个多月 刚刚付出无论是技术手感和体能都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而且赛城安排十分密集 输球也能理解 第三 女双输球说白了和国拼的安排有关 如果孙颖莎和王曼玉组合 击败日本组合的胜算会更大 至少在世界排名上有优势 在乒乓球的世界里 金牌的光辉总是吸引着无数目光 真正的故事往往隐藏在那些闪耀的时刻背后 想象一下两个年轻的乒乓球选手 怀揣着梦想与激情 踏上了属于他们的征途 他们的名字是孙颖莎和王楚清 这队被称为莎头组合的搭档 经历了七年的风雨洗礼 最终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 站上了属于他们的巅峰 七年前的那个夏天 孙颖莎和王楚清 在韩国的亚洲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上 首次搭档 彼时的孙颖莎年仅16岁 正值青春年少 评级着出色的球技与顽强的意志 她在比赛中如同一颗耀眼的星星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她的对手们在赛场上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面对这个被称为小魔王的女孩 谁能不心生畏惧 而王楚清 虽然早已进入国家队 但在大赛中的经验却相对不足 两位年轻的选手 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与不安 携手走上了这个充满荆棘的旅程 在那场比赛中 她们以3比0的绝对优势击败了对手 获得混双冠军 这是她们职业生涯的起点 也是她们默契配合的 此后的日子里 她们不断挑战自我 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在2018年阿根廷清澳会上 她们战胜了日本的强敌 捧起了混双团体赛的冠军奖杯 在雅加达亚运会上 她们再次携手 获得了混双金牌 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运动员的生涯 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2019年 因刘诗文的伤病 沙头组合被迫拆队 各自与其他选手搭档 对于年轻的她们来说 这段时间充满了迷茫与挑战 孙颖沙与许新搭档 王楚清则与王曼玉组成新组合 在这段分离的日子里 她们各自努力 争取在赛场上证明自己的实力 2019年德国乒乓球公开赛上 两组组合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展现了中国乒乓球的强大实力 2021年 随着刘诗文的付出 沙头组合再次重聚 重组后的她们 在直通WTT大满贯 士兵赛季奥运模拟赛中 迎来了关键的转折点 在混双决赛中 她们面对强敌 陷入了1比3的落后境地 此时 许多人可能会认为 这场比赛已经 沙头组合并没有放弃 她们在赛场上 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 评级着默契的配合 与坚定的信念 完成了惊人的逆转 最终以4比3的比分 赢得了比赛 这场胜利 不仅让她们重拾信心 也为即将到来的 东京奥运会奠定了基础 东京奥运会的混双决赛 许昕和刘诗文组成的 新闻联播未能夺金 沙头组合在这一年里 逐渐崭露头角 成为了混双项目的 种子队伍之一 虽然经历了起伏 但她们始终保持着 对乒乓球的热爱与执着 正是这种坚持与奋斗 让她们在赛场上 不断突破自我 迎接新的挑战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到来 意味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沙头组合的旅程并不平坦 在混双14决赛中 她们面对的是 来自中国台北的 强敌林云如和陈思雨 比赛中 沙头组合两度落后 却又两度扳平 展现了她们的韧性与斗志 关键时刻 她们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最终以4比2的比分 晋级半决赛 在半决赛中 沙头组合再次遇到强敌 韩国组合林中勋和申育斌 比赛的剧本似乎在重演 双方比分交着 直到最后时刻 沙头组合顶住压力 成功晋级决赛 此时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她们身上 期待着这对年轻组合 能否在决赛中创造历史 决赛的对手是朝鲜组合 比赛时 沙头组合迅速进入状态 第一局以11比6取得领先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她们始终保持着良节奏 展现出超强的默契与配合 每一个发球 每一次击球 都仿佛再诉说着 她们7年来的奋斗与坚持 最终 她们以4比2的总比分 获得了金牌 这枚金牌 不仅是她们努力的结晶 更是对她们7年奋斗历程的最好诠释 回顾沙头组合的7年历程 从初出茅庐的青色小江 到如今的奥运金牌得主 她们的成长之路充满了艰辛与荣耀 每一次的分分合合 都是为了更相遇 每一场的胜利与失败 都是她们成长的养分 正如她们所展现的 人生的道路上 挫折与挑战是不可避免的 但只要我们不放弃追求 始终保持对梦想的渴望 就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唯有坚持梦想 才能在风雨中见到彩虹 沙头组合的故事 正是对这一信念的最好诠释 她们用自己的努力与坚持 告诉我们 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艰难 只要心中有梦 脚下有路 就一定能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 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未来的乒乓球赛场上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年轻选手的崛起 也期待沙头组合在新的挑战中 再次创造辉煌 让我们共同期待 她们在未来的旅程中 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 孙颖莎和王楚清的混双组合 已经多次没有出现在赛场上 而林诗栋和宽曼组合却频繁出现 很显然 国平新周期的重点培养混双 已经不再是沙头组合 而是林诗栋和宽曼都混双组合 从年龄上来说 林诗栋和宽曼都更加年轻 能够承担起混双的重任 而王楚清和孙颖莎 因为奥运单打没有金牌 未来肯定是希望能够专注于单打 对于王楚清和孙颖莎来说 混双他们已 经拿到了奥运金牌 可以说在混双项目上 他们没有遗憾 但是在单打项目中 两人都是留下了遗憾 为了能够冲击奥运金牌 专注于单打项目才是关键 这也是奥运会结束至今 沙头组合都没有参加混双的原因 这也让他很多球迷 担心沙头组合就此解散 在近日 沙头组合解散的悬念 也正式揭晓了 不过在福岡总决赛结束之后 国平也是做出了新调整 根据国平官宣 这一次的成都混合团体世界杯 沙头混双再一次亮相 将会成为主力混双参赛 这也是两人奥运会之后首次搭档 对于他们的表现 很多球迷都非常期待 据悉 在抵达成都之后 沙头组合就开始进行退役合练 开始备战接下来的混双比赛 随着沙头混双重新亮相 他们解散的悬念也随之揭晓 那就是不会解散 当然 这一次的重新亮相 也不代表他们继续肩负奥运混双重任 新周期肯定还是林诗栋和宽曼混双为主 除非他们的表现没有达到预期 王楚清和孙颖莎才有可能继续奥运混双 您可以继续奥运混双 足够 還是